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的支援能力有得上去啊 不管是场上的一些坏人 还有就是对于购药权的使用啊 让很多球迷产生了非常多的质疑 李修鹏是被认为中国男足主帅 李修鹏上演之后呢 也是来回的奔跑去观察一些球员 可能需要重新的去审核每一位球员 争取呢 在接下来四场试验试中能够打出亮眼的表现 就在刚刚呢 李修鹏也是与前亚洲足球先生政治啊 进行了一次交谈 可能球迷人非常希望政治啊 能够入选国足 从整体时来说呢 中国队啊 确实目前来说中场确实比较乏力 我们在前场有规划圈的情况下 这个中场由谁来输送这个球 由谁来输送这个炮弹 能够让规划球员踢得更舒服 从目前来看 确实没有人 张希泽确实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可能球迷人希望呢 李修鹏能够把政治呢 招入队中 因为目前来说 郑志虽然说没有宣布退役 当了广文中队的这个纠练员 但是也在广文中的比赛中啊 他还是以球员的身份出过场 竞争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也是送出一脚直船 也是让球队啊 取得领先 从目前来看 郑志呢 不光是能力来说 还是场上一些发挥的时候 都是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出呢 他的竞争状态保持的非常不错 虽然政治粘势已高 但是呢 但是这样的中场球员我们却是极度缺少的 即使政治打不了全场 如果李修鹏把政治招入赵中之后呢 然后打半场也行 毕竟我们前场有这个规划球员 需要有一名球员能够在中场串联一下 让规划球员能够有功能的机会靠近球美 这其实是很多球迷啊 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对于郑志能不能够入选国族呢 其实他的球迷是看法不一 从大多数球迷来看 还是希望呢 郑志能够再替国族七一年到两年 因为目前来看 郑志虽然年事已高 我们中场确实没有人 只靠后场这几个球员上前场打脚开球的话 可以说对于国族来说提升不大 通过李修鹏和郑志的这次谈话呢 也是让他的球迷蒙生出让郑志回归球队的一个想法 如果郑志呢 能够真正能够回归国族 带上国族的队长秀标的话 可以说所有的球迷都会拍手较好 因为郑志虽然说没有带领国族进入过世界杯 但是呢 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表现回归了所有的球迷 也是多次在赛后呢 表达自己对球迷的一些期望 因为一些比赛的失误而自责 可以看出呢 郑志是一名非常有责任性的球员 虽然目前来说 在广州队是教练员加球员 但是他的能力呢 其实目前来说 比我们这几个中场球员还是要强的 也是希望呢 不管郑志能不能够入选国族 也是祝福郑志不管是教练也好 球员也好 能够一切率力 有着一着呢 能够重回国族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